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儿有一个庙叫玉皇阁 这一回头 玉皇阁的门带啊 靠东边这儿 有一大影背墙 啊 罗汉爷往这儿一站 探头瞧 看来看去 看到影背那根那儿 蹲着一个人跟那儿接手呢 啊 他这个把着脚上没人看见 过去来说 不像现在似的 还有公共厕所没有 人走到哪儿 想方便了 反正找一个背景的地儿吧 是不是 过去有这么句话 撒尿别抬头 遍地势猫楼 抬头是流氓 包括到民国了 北京城里边也没有什么关厕所 人们想接手就是大街上 你看大师那儿了没有 天一黑 什么叫通人堂啊 这些个大买卖门口的大空地上 跟厕所是一样的 一街两巷都向那儿接手去 通人堂认为这是他的财 清晨起来 在故人上去打扫 收拾 多少年的规矩 到后来 有一段时间 不让上那儿接手去 老百姓还不干 你这街上都不让接手 你还有王法没有 嗯 这都真事 啊 这都真事 所以说跟街上 打个嘎吶 也要把墙后边接手 很正常的事 啊 那儿蹲着一人 寄宫过来了 转到这人跟前 人家蹲着接手呢 他过去了 这种很尴尬 你想啊 你无论什么时候也是 你这儿方便那儿来参观的 你不是卖票不卖票 这些事 干嘛 就看出来 把这种气 你 讨厌 看会儿就走 他都有够 这种跟这儿方便 离他有这么十几步远 地上放着一个挑 前后的框 什么东西呢 装的是熟的狗肉 有刀有秤 这种是一小商贩 悄悄卖狗肉的 啊 突然间不舒服 想方便 挑哥在那儿 急于看着他 快完了吗 没有 还待会儿吧 啊 这行 这挑给我了 挑着挑着人就跑啊 把这种气的 你这不像话 这儿赶紧 擦 系裤子 站起来往前追 走了十步 身背后 咔啦一声 影被墙倒了 整个忽在地上 这种一挥头 一身的冷汗 晚站起来一会儿就砸死 站着就愣了 我的天哪 和尚救了我了 啊 站着啥了 那么说 济公知道不知道 这个影被墙要倒呢 知道 啊 往这一站一瞧 自己心里就说 我得救这个人 这个人今天有雷劫 什么叫雷劫 咱们老说 这人缺了得了 拿雷劈了 这是一劫 但是那个雷 天上下雨打着雷 这叫天雷 说这人拿天雷劈死了 那亏心亏大了 啊 有句话 天打五雷轰啊 是不是 你之前我跟谈着 我还介绍过这个事呢 前些日子下大雨 我 于谦 李静 侯震 我们几人 跟屋里聊天 打雷 我就说了 我说你们谁亏心 谁出去啊 雷很厉害 他们几人挤着我 你出去吧 你亏心 我说对 我是有亏心的事 我对不起同行 因为我的出现 导致很多同行 没饭吃 如果是我的错 我甘愿受这罚 我出去 我出去 我说外边去 卡 他摸了几日 还对着几日 雷精 雷精 看你了吧 哎 我也想不起来 有什么亏心事 哎 我出去 我也出去吧 你还出来了 侯震 侯震 侯震都知道吧 侯曉忠先生的儿子 侯布林先生长子长孙 侯曉文先生的侄子 都挤着他 你也出去吧 你家这点事 现在闹得挺热闹的 侯震说 我没我事 我没拿那个钱 他说怎么你没拿钱 你们家 不是重男轻女吗 重男就应该给你 你别听他们说瞎话 一毛钱没分给我 侯震说 那你们非几日 我出去吧 侯震也出去了 屋里边就剩鱼签 鱼签坐的屋里 我不出去 我不亏心 我们几个外面 卡了 祸了 荒塌了 天打五雷轰 说的是报应 但是平常这个雷 说这人还有雷截 指的是金木水火土 咔嚓一刀被人剁了 这算金雷 拿木棍打死了 木雷 河雷淹死了 水雷 火烧死了 火雷 土呢 抢倒了 拍呢 这算土雷 金木水火土 吃鱼拿刺 卡着卡死鱼雷 鱼雷炮腿 这都一回事 说这个主 今天 他是有雷截 所以罗汉爷 才要救他 那么有人说 这话不对 既然有雷 既然有雷要批他 要要他命 说明这个主 是有亏心的事 咱们把这事 需要解释一下 这人叫 董萍 卖狗肉的 家里边三口人过日子 母亲 还有自个儿的妻子 媳妇娘就姓好 好事 董萍这个人 挺身头干活的 也不懒 但有一样脾气不好 尤其跟母亲 跟他妈的脾气大了 说话就瞪眼 爷子老太太 个儿搂个儿搂的 经常因为这个老太太气得直哭 而媳妇好 总劝 别这样 生生老母 你得管他 咱们得孝孝 你老这样惹妈生气不对 好多时候 都是媳妇给劝的 天天卖狗肉 他得出去上这个狗去 有的时候 买那整块的肉 回来自个儿煮 有的时候 也买活狗回来上 这天收完摊了 来这么一煮 我身后跟着两只狗 一大一小 嘿 卖狗肉的 嘿 怎么的呢 那个 我这俩狗 我给你吧 哟 怎么给我呢 嗨 我就住前面不远 那天来条野狗啊 上我们家院里边来了 我一关门 给关了院里边 我说轰着走 他不走 半夜里边 我听了院里 狗叫唤 出了一看呢 有贼在外边拨门 我一琢磨这狗啊 有点用处 我就把他留下来 有时候在家待着 有时候出去玩去 啊 过了些日子呢 感觉这是母狗啊 他可吓了个小狗 俩狗 我看就养着吧 可一姐 我家里孩子小 我怕这俩狗 哪天把孩子伤着了 有心把这狗杀了 我舍不得 自古以来 哪有这恩养仇杀的道理 干脆给你了 那行 董平一琢磨 这主意不错 那我要吧 把这大狗小狗 就弄回家 挺高兴 这大狗挺肥实的 啊 宰了之后 我能买 小狗在养些日子 找绳子把大狗就捆上了 这磨刀 磨完刀一看还挺快 回过头来站起身来 要杀着大狗 就愣了 这小狗趴着大狗的身上 冲着董平撕着牙 二目之中滔滔落泪 小狗哭了 董平可就愣了 手中这刀 咱咱咱咱就扔了 这是一条狗啊 他都懂得孝顺母亲 马上就联想到自己了 我这么大的人了 还让我娘生气 这不是禽兽不如吗 转身来的屋里边 哭通一下子 给老娘跪下 娘我错了 以后我不跟您讲嘴了 我好好的孝敬您 老太太高兴 孩子 你是我的儿啊 娘疼你 不要紧的 咱们好好过日子 董平说 以后卖狗肉 我都不打算卖了 杀生害命 他也是一条性命 为了我吃饱饭 把他害了 不忍心 可家中还有这么一条肉 我把他卖了 卖完之后 打这起 我改活干别的 所以今天挑着挑出来 觉得肚子不舒服 想上那方便一下 让技工看见了 罗汉爷点点头 说这个人是天下第一大善人 有人说不对 他跟他妈一天到晚降嘴 不孝顺 就因为改了一个念头 就算是第一大善人 那么您记住了 这个人干了半辈子坏事 到最后突然间明白了 我要学好了 那么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善人 这个人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临了了 干一件坏事 他是天下第一大恶人 真女时节不如老计从良 听这玩意 长多的学问 你想想吧 这姑娘打四个岁的手刮 行龙词吧 一直很真接令 你头里走后 四个人跟着 抬着这个真接牌方 就这么真接 到三十七 守不住了 整个胡托都是好朋友了 他就不如 你这在技术行业 从事一辈子的女同志 到最后突然间 不干这行 从良了 到什么协会 当个主席之类的 是吧 真女时节不如老计从良啊 所以说 董萍今天算是第一善人 和尚就得救他 这挑起挑来 一会儿功夫没影了 董萍在找哪儿去了 又一琢磨得了 我也说了 今天是最后一次卖狗肉 那我不干了 自个儿溜溜达达 往家走 从全本体育论 赞兴的复兽出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